辽宁营口盖州市有位孝心女孩名叫池凯琳,今年13岁。 池凯琳6岁时,一场车祸夺去了她的妈妈,爸爸也落下了终身残疾,爷爷奶奶因因操劳过度,卧病在床。 从7岁起,池凯琳便开始承担起家里的一切事物,烧货做饭,挖地种菜,扶爸爸做康福锻炼,给奶奶擦脸,给爷爷喂饭。 只要自己能做的,她都懒得下来。 看到9岁的凯琳懂事的照顾全家人,原本只是来家里帮忙的姨,决定留了下来。 凯琳总想着为家里多做一点,为了能让季妇多一点时间休息。 凯琳总想着把弟弟带在身边,每天晚上哄着弟弟睡觉,常常写完作业已经到了凌晨一两点。 尽管如此,凯琳的学习成绩一直稳稳地排在班上第一名。 凯琳说,我在心里已经把姨当成了妈,所以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姨,让家里笑声更多。 为有孝心和有担当的齐凯琳点赞。